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中国脆弱的经济复苏 正使得中国四点一兆美元的企业债券市场 引来危险的新阶段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表示现在经济足够强大 政策制定者就可以缩减财政支持 但是现在经济仍然太弱 没有办法拯救最困难的那些借款人 现在有一些基金经理正在为今年中国国内债券违约率创下新高做准备 在经历了非常平静的第二季度之后 违约率已经开始上升 而随着三点六五兆人民币的票据在年底前到期 借款人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虽然很少有人认为危机将真正来临 但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专家现在对中国的投资已经变得更加挑剔 他们认为政府掩饰的信贷市场的平静情况不大可能持续 而分析师表示随着借贷成本攀升还有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非国有企业评级较低的开发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尤其脆弱 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的首席投资官这样表示 说政府既没有火力也没有意愿去支持这一切 他预计中国的在岸违约将创下新的年度记录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 这意味着到十二月底会有七百二十二亿元人民币的违约 考虑到疫情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萎缩 今年以来的地方违约事件显得异常的罕见 上半年在岸违约甚至下降了百分之十七 到了四百九十亿元 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鼓励贷款人对债务进行再融资 接受延期付款或者是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比如把债券换成期限更长的新票据 而随着经济的触底回升 市场蔓延威胁减弱 当局对避免违约的过度关注 现在似乎有所减少 这样的政策立场与政府改善金融体系风险定价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 中国企业在七月背弃了大概一百零四亿元人民币的票据 八月至今的背弃金额大致相同 澳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驻新加坡的信贷主观表示 我们看到今年的违约情况似乎是有虚幻的改善 但是深入钻研的话 其实情况并不让人高兴 他预测中国在岸债券市场将赶上离岸的趋势 彭博社追踪的美元债券违约率已经超过去年的百分之五十五 他表示资金压力可能会集中在非国有借款人身上 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房地产企业 而这些企业占到中国高收益债券发行的大部分 彭博社会编的数据显示 中国开发商需要在年底前再融资 或者是偿还一千九百九十三亿元人民币的在岸债务 还有一百二十三亿美元的离岸票据 而且必须拿出现金 同时还要遵守本月出台的发行准则 准则将房地产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发行规模 限制在即将到期的未偿债务的百分之八十五 即便当局对违约的容忍度越来越高 也不大可能完全关闭信贷水龙头 八月十七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 增加了七千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资金 超过了即将到期的资金 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这样的举动形容为比预期要更加宽松 香港全球银行还有资产管理集团的首席投资官则表示 对债券投资者而言 结果是现在的证券选择比早些时候更要重要 规模较小的公司还有经理商品驱动或相关行业压力的借款人 比如航空公司和酒店仍将面临压力 仅仅是在过去一周包括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 邮轮的运营商云顶香港 还有运输租赁公司博海租赁等都发出了新的警告 说他们可能难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 根据公司声明和评级数据 至少有十家在病毒爆发后赢得投资者批准推迟偿偿债的公司 在未来的八个月内将面临付款期限 而至少有八十三家公司的四百六十三亿美元未偿债券面临履行义务的不确定性 这是彭博社二零一九年一月开始追踪数据以来 借款人数量最多的一次 根据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的数据 中国有系企业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今年已经攀升了十三个百分点 截至六月底达到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四点四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媒体有关的一条消息 来自前央视驻美记者杨探利在个人的博客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是发表在英文博客系统medium上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现在从美国回到中国已经四个月了 在这几个月里疫情席卷全美 而且有关于黑人平权运动时的全美两极化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争端和对抗成为日常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在美中国记者没有能够续签 可能要返回中国 中美两国的走向将极大的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 作为参与这个时代变化的人 作为被美国驱逐的六十名中国记者之一 我个人的命运与两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在朋友和同事的鼓励下 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 这个世界充满误解 而我想表达的是爱 在访问南卡来纳州回到DC的第二天 我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 在那次旅行中我们拍摄了很多不错的采访 我和同事们参观了川普总统的竞选集会 以及拜登还有桑德斯的选举办公室 我们与两党的候选人的支持者进行了深入交谈 甚至还抽出时间去参观了查尔斯顿的花园 以便更好的了解非裔美国人的过去和现在 在春天的天气里我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 我们在深思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计划 思路逐渐清晰 直到突然一条短信打断了我 那是同事发给我的一条新闻报道链接 光看标题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美国下令对中国国家媒体人员涉陷 看完整篇文章后 我们的报道计划和我继续在美国工作的计划一样都崩溃了 这意味着我们将被驱逐出国 那一刻我迷茫了 我拒绝接受必将发生的事情 我来到办公室开始准备下周的汇报材料 尽管我知道我永远没有机会做那个报道了 我迅速写下了 超级星期二关注麦克布隆伯格的豪赌 去旧金山进行实地采访 那里是疫情重灾区 我的同事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他走到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担心的声音飘到我的耳朵里 说你不应该再做这些事情了 你现在应该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回中国 我从工作中抬起头来 目光被桌上的一个盒子所吸引 打开之后 我发现了我们公司行政部为我准备的崭新的名片 至少有几百张 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的头衔 CGTN的美国报导者 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些名片 前不久我遇到了很多人 我想把名片送给他们 并跟他们保持联系 现在名片终于来了 但是却没有用武之地了 我捡起了一张小心翼翼的放在钱包里 其余的放入了碎纸机 很明显我在美国的工作和作为一名中国记者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没有其他理由让我再留在那里 最近我才想起来 我来美国之前的目标是结识各行各业的美国人 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和思想 这样可以让我帮助中国人对美国有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 通过对美国人的接触 我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我对自己国家的了解 我希望减少这两个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误解 在这些目标的引领下 我在美国的所有时间都拥在了报道 川普总统被弹劾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 中国春节总统大选疫情上 新闻事件接连爆出 我这周在弗吉尼亚 下周在内华达 几天后又在马赛诸塞 频繁的飞行生活让我兴奋不已 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挑战的环境下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我们的工作直接影响了两国对对方的看法 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来美国其实是我记者工作的新起点 我在非洲和拉美一共工作了七年 从事这个职业 我对他有极大的热情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绝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 我的经验告诉我 无论生活环境有多大的差异 无论语言有多大的不同 只要你以宽容的态度敞开心扉 差异是可以消除的 误会也是可以减少的 所以作为被美国驱逐的中国记者 我感到的不是愤怒 而是怜悯 中美面临的挑战越多 外交就越紧张 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两个国家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 从我在美国的工作经历来看 我见证了美国同事还有当地人的善良 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有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 认为很多美国人是傲慢的 但是经过接触后 我发现遇到的大多数人都礼貌善良乐于助人 我记得当我准备报道川普总统的一次集会时 经过与美国人的工作和讨论 他们告诉我 你长着一张中国面孔 可能会受到骚扰和欺负 因为有一些支持者总是会有歧视的标签 但是当我拿着话筒介绍自己是一位中国记者 想要与他们聊聊的时候 他们却好心地回答了我 说当然你可以问任何你想问的问题 然后我与他们分享了他们的职业生活 以及对国家的看法 他们并不咄咄逼人 也没有攻击性 我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喜欢问我一些关于中国的微妙问题 比如香港西藏台湾南海 有些问题非常尖锐 而我作为中国人有一些反感 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坏事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很想了解这些问题 而不仅仅是西方媒体所说的 他们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如果我不能说服他 我就会去寻找更多的信息 百天再继续辩论 我相信多一些互动少一些对抗 在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也同意我的观点 这让我觉得深深受鼓舞 但是现在这扇门突然被关上了 因为我们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要求离开的 所以一切都匆匆忙忙 在巨大的政治和后勤压力下 我和我的中国同事结束了工作 收拾了行李 取消了公寓的租约 今年年初我的母亲带着我当时七个月大的孩子一起来到美国 我被驱逐出美国的时候 正是我的家庭生活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 母亲对我的事业被搁置感到非常遗憾 但是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月中旬 当封锁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们回中国的行程非常复杂 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航班只有一个 而且还要在当时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市纽约来进行停留 然后在天间临时降落 在那里进行病毒检测 然后再飞向北京 整个行程大概三十到四十个小时 我和我的妈妈都可以应付 但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这对他来说绝对是受不了的 最困难的是要保护他在漫长的旅程中不受感染 那个时候他还不到一岁 戴个口罩就会憋住他 但是中国流行的儿童防护帽在美国没有卖的 于是我妈妈给他做了一个防护罩 在我们坐飞机的那天早上我哭着醒来 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 我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 我感到很绝望 最后我们到了天津 不得不在那里隔离 我们的航班有四个确诊病例 但幸运的是由于采取了防护措施 我们没有被感染 在隔离后的某一天 我们带着孩子去看医生 进行一年的健康检查 在这些波折中 他的成长受到了一点影响 这让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非常自责 我应该把这些归咎于美国吗 我应该告诉我的孩子去恨美国吗 如果不是因为驱逐中国记者的政策 我们家就不会经历这些事情 但是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 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够反映美国人的想法 美国人是非常庞大而且多元化的群体 我记得在办公室里和同事告别的时候 他们有的一脸不舍 有的抱着我 有的想让我们再待一会儿聊聊天 还有的眼里含着泪水 我们的中国主管告诉我们 他收到了公司高层的来信 告诉他公司不能没有中国员工 而我的房产中介 我公有的保安和接待员 还有帮我取消会员资格的好事多工作人员 我的银行经理 听到我们的遭遇后都感到震惊和困惑 他们不断向我重复说 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 这不代表所有的美国人 驱逐记者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但是并不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 当我的孩子长大后 如果他喜欢美国的音乐和电影 我不会阻止他 也不会阻止他在美国学习或者是接受教育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仅是由国家层面来决定的 还取决于个人是否有开放的心态和帮助维持积极联系的意义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有国家都应该欢迎有志于此的人 而针对杨探利的文章 央视记者刘欣则在个人推特转发并且评价说 这是我一个同事所说的 我也曾经是一位驻外记者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 而不是批评不同的制度 或者是追究东道国政府的责任 我也曾经是驻外记者 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增进各国之间的理解 而不是批评不同的制度 很遗憾 由于中美两国的敌对政策 现在我们的工作无法进行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